大家好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我是宁静 今年6月以来 中国各地洪灾陆续爆发 今年最少已爆发了20次洪水 据官方发布 今年截至目前中国因洪水与大雨受灾的人数 达2076万多人 但由于中共的掩盖 具体的死亡与失踪人数数据并不明确 7月16日上午 三峡大坝开启11孔泄洪 这是自2003年三峡大坝启用后 第二次开启11孔泄洪 下泄流量达到每秒4万4千立方米 相当于三分钟就到处一个西湖的水量 这是完全不管下游人民死活的节奏 全中国到处都在下雨 一会儿一天内下了多少个西湖 一会儿呢又下了多少个大名湖 现在可好 三分钟一个西湖 这一泄泄这么久 看来没等看到日本被淹没呢 没等中共爱党人士看到日本全部沉没呢 自己恐怕就先沉入湖底了 而且还是被自己相信的 自己热爱的中共党妈给活埋的 有网友18日发视频说 三峡大坝开启12孔泄洪 湖北湖南等多地遭遇洪灾 面临危险留言区有湖北网友说 早上去上班看见白沙洲的岛还在 下班回来就淹水了 X平台上有网友表示 三峡大坝泄洪以后 宜昌紫龟县发生大面积山体滑坡 尤其11孔全天泄洪后 下游已经开始大面积被淹没 据曝光视频显示 大量土石从山头快速滑落 疑似半座山都垮塌下来 盘山小路也随着山体下滑损毁 场面惊悚 听视频里的人说 还有几个人恐怕是被冲走了 那盘山路直接就断了 在大洪水的冲刷下 可以说什么人命啊 什么树木山川啊 都是渺小到啥也不是 一推就到 更何况中共还到处都是豆腐渣工程 更容易被推倒 这是本着不给洪水找麻烦的心态建造的 在中共国每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通常都是百姓死 党妈才能活 党妈就跟蛇精一样 要吸食人的洋气才能活 以前蛇精靠变美女骗秀才 这回好了 自从骨蛇撒旦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个正党 他马上可以合法正义的 吸食那些相信他的人的精华了 吃完了就这样毁掉 三峡大坝十一孔 全天持续泄洪的同时 中共不断掩盖洪灾资讯 禁止无人机在三峡大坝上空飞行拍摄 视频显示 两名警察手持反无人机枪 搜寻三峡大坝上空的无人机 这般如临大敌 那看来未必是十一孔泄洪 也许偷偷开了更多的泄洪孔 这是又一次上演隔壁R不曾偷的故事了 就在近日 四川雅安市侠内的一个村庄 突然山洪爆发 可以说山洪爆发的场景是触目惊心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 7月20日凌晨两点半 泥石流横扫四川雅安市汉原县 马列乡新华村 近百栋房屋遭毁 中共仅通报称三十余人失联 但当地居民说远不止这个数字 仅豆腐石就有四十栋房屋被毁 另有居民说他周边有十余栋房子被埋 真的好看到这个地方的名字 我心就量了一半 马列乡新华村这种不吉利的名字 这不是在召唤马列中共邪灵吗 邪灵这不就来了 当地居民王福超告诉澎湃新闻 晚上突然就涨洪水了 河边的房子都冲走了 他后来了解到 山洪爆发时的水位可能有几米高 村里三十多位村民失联 王福超说 山洪爆发时许多村民还在睡觉 完全来不及逃离 老人小孩都有 具体人数还没有确定 现在还在找 新华村村民张春贵说 山洪爆发后冲出了泥石流 冲了几公里 他家的老房子被洪水冲走 他的伯母 堂妹 堂妹夫等七位亲人 在洪水中失联 就在汉原县 马列乡新华村 因暴雨突发山洪灾害的事未完 四川省阿坝州 小金县应急管理局又发布通报 19日晚6点左右 小金县美卧乡美诺村 受暴雨影响 美诺村一组 汉人沟突发山洪泥石流 浑浊不堪的泥石流 像猛兽一样冲进村庄 导致村民的房子被冲走 电线杆被冲断 26人被转移 两人失联 很多网友在感叹 希望这些被洪水冲走的人 能够平安回来 其中一位网友留言说 自己同学 一家人和房屋都被冲走了 确实挺悲惨的 很多四川网友表示 事发的时候 大家都还在熟睡中 突发这样的事故 情况不容乐观 对于失联的人和其家人来说 这是一场人为的悲剧 而这种悲剧 现在居然堂而皇之的天天上演 这不就是整个民族 国家 社会的悲剧吗 而这种悲剧的始作俑者 不就是中共吗 我们为什么传播这些 因为这些就是真相 中国人只有了解了真相 才能提前做好准备 保护自己 如果国人不知道真相 每天沉浸在中共的假新闻中 根本不知道中共会无预警 半夜偷偷泄洪 那他们怎么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呢 只有知道真相 住在各个大坝下游的人们 才会在下大暴雨时 对中共有所警觉 如果提前离开 也许会就自己和家人一命 这就是真相的作用 还有网友表示 以前媒体经常报道 亚安出现干旱的情况 可是现在暴雨 又引发了山洪 看的人挺揪心的 这是揪心的问题吗 中国人要学会问问题 深入的问 是什么引发了这些问题 不少的网友表示疑惑 为什么灾害总是频繁的发生 我来跟大家说 这些年的灾难来源于三峡大坝 但根儿是中共 三峡大坝谁建的 中共党魁江蛤蟆 说白了就是中共这个吃人体制 这个祸国殃民的工程 因何可以建成 因为这个体制可以允许一个不是专家的江蛤蟆 为了他们一般人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力排众专家意见 在国内国际打压三峡问题专家 才有了中国人今天的揪心 今天的苦难 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 希望世间不要再有灾难 这话看着都让人窒息 不寻求 也不想寻求灾难的根源 却希望从此没有灾难 这就是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童话 我们之前也与大家聊过 巴西灵媒朱瑟里诺 预测了中国7月 洪水将全国蔓延 而目前的中国 洪水确实已经成为了常态 多地都被波及 朱瑟里诺这一预测 洪水是应验了 可是他没有说出 真正的洪灾是人祸 中国的灾难一波没完 另一波又开始 正如网友之前所说的 老天正在收人 说白了 在中共统治下 灾难一波波 看着都像天灾 但实际上每一波都是人祸造成的 据中共喉舌媒体新华社 7月20日报道 陕西商洛市炸水线 以高速公路大桥发生垮塌 最少造成12人死亡 31人失联 报道说 7月19日20时40分许 G4015丹宁高速 也就是丹凤县 至宁闪县 水阳段 榨水线至山阳县 山阳方向 K46加200处 榨水线 杏平镇 延平村 二号桥局部发生 单侧垮塌 全长366米 跨越金钱河 垮塌长度约40米 通过高速收费系统比对 视频监控 电话核实 初步判断 共有17辆轿车和8辆货车 坠河预险 这回学奸了 上次梅大高速垮塌事件 坚决要等把车 都从天坑里弄出来 才能定论 结果被人一顿痛骂 这回知道赶紧发通告了 只为毒嘴 但不知道数量对不对 这是一个一丝一毫 都不值得信任的政权 由于中共惯于隐瞒 实际事故情况 或比官方公布的数据严重 据曝光的视频画面显示 桥梁断裂 淹没在滚滚的黄泥水中 一位当地居民 对大纪元记者表示 高速已经被管制了 还有好多人没捞上来 肯定都遇难了 人家管制是为了救人 中共管制是为了掩盖真相 就像2011年7月23日晚 温州动车组追尾事件过后 中共连24小时都不想等 直接将两节车厢掩埋 说是为了便于救援 当时铁道部新闻发言人 王永平在答记者问时 说出了一句千古绝句 他们给出的解释是这样 至于你们信不信 我反正是信的 中共就是一个杀人狂 就地掩埋 没有救援 这就是今天在中国 一再发生的状况 因为那个时候的国人 已经接受了这个政权的解释 另外一位居民说 这条路才78公里长 但过路费要是67元 贵得离谱 还有一位居民说 当时高速路塌方后 已经有两三辆车 停在应急车道了 在拦截后面过来的车 有一个货车没停 直接冲下去了 其实你也知道 一般开车 别人拦车会停下来的少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所以都不在意 其中我一朋友家就四个 这不仅让我想起了 梅大高速那起塌方事故中 说老大爷跪下来救人的场景 很可能像网友说的是假的 这次好几辆车停下来 都去拦都拦不住 那么晚 一个老人跪下 谁看得见 中共很会编故事转移视线 看看这次事故后 中共会不会又有新中国故事新编 微博上网民议论纷纷 有的说 我还以为穿越回去了 和梅大高速事故一模一样 也有的说 还找物理原因呢 就是腐败和贪污 公开资料显示 丹凤至宁闪高速公路 简称丹宁高速 起点位于丹凤县 途经山阳县 镇安县 终点位于宁闪县 启用时间为2018年12月19日 中国几十年来大搞基建 但质量堪忧 近年频出事故 均被怀疑与工程质量问题有关 今年5月1日凌晨二时时分 广东梅大高速又称梅龙高速 大浦路段发生坍塌 行驶车辆跌落深坑起火 官方通报称 截至5月2日下午二时 造成23辆车掉落 造成48人死亡 另有三人的DNA在比对确认 30人受伤 但官方公布的死伤人数受到质疑 现在呢我们希望大家好好想想 为什么各种百年千年万年不遇的大灾 异象这些年如此频繁的降临中国大陆 年年如此 可能很多人已经看出来了 这是直接针对中共的 是天要灭中共 同时给中国人民警示 警告中国同胞赶紧脱离中共这个魔鬼组织 退出党团队 才能平安度过劫难 拥有美好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感谢观看